苏炳奇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的创办人之一 他一生致力于重构中国古史框架 对各种史前文明有着非常深的研究和见解 1984年苏炳奇到四川博物馆参观 无意中看到了堆放在角落里的一些陶器碎片 当他得知这是从三星堆遗址出土之后 难掩激动之情 在他看来 这些陶器碎片很可能预示着 它们背后曾经存在一个传承有序的文明 果然 两年后的1986年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横空出世 震惊世界 根据碳十四和数轮校正 一号坑相当于阴墟第一期 约公元前十四世纪 二号坑相当于阴墟二三期 约公元前十三到十一世纪 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先后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青铜器 金器 玉石器和象牙 其中青铜面具 青铜大利人 黄金面罩 黄金权杖等一系列珍贵文物 更是前所未见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 这些发现印证着苏丙齐的推断 三星堆下埋藏着一个传承有序的文明 1987年5月 全国的考古专家齐聚四川 苏丙齐先生做出著名的研究论断 将三星堆定性为古文化 古城 古国遗址 这个带有科学预见性的论断 为接下来的考古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三星堆文化这一概念已经得到学界认可 三星堆古城的证据又到哪里去寻找呢 人们一边对两个祭祀坑的出土文物进行清理修复 一边继续探寻城址 城墙遗迹 堆字在古籍中的解释有台墩的意思 时至今日 在四川的方言中 三星堆的堆字依然有人工累积的意思 考古队开始在遗址周边的高土梗上尝试发掘 希望能够找到古城边界最直接的证据 城墙 我们在这个区域呢 原来也搞四局 该有三四多米 三四多米吧 这个一个宽度 现在这个高度呢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算是保存比较高的 也比较完好的一顿 当坚硬的人工夯住土墙断面 出现在考古队员面前时 人们意识到 关于三星堆古城的猜想 正在慢慢变成事实 站在这上面可以看到那个鸭子河 原来这个地方 这个城墙应该直接过去之后呢 后来被那个洪水的移植切一切 实际上这个应该海洋往外延伸 至少二十米以上吧 因为每年洪水它不断地冲刷 到后来保护这个移植的时候 才就在那条路 避免这个移植再度被冲毁 在十五年的时间里 人们在遗址周边陆续发现了三面城墙 北以鸭子河为屏障 东园长一千八百余米 西园长八百余米 南园长两千一百余米 这种利用自然环境修建的防御工程 符合扫期建成原则 确为城墙遗迹 城墙是确定古城身份的第一步 接下来还需要找到不同的功能区 一般情况下 古城内部会形成供电区 居住区 作坊区 墓葬区 祭祀区 祭祀区等不同的功能区 并遵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布局 如果三星堆是一座古城 就应该能够找到不同的功能区 考古学家选择从不同位置展开发掘 在遗址中部的房屋机制中 出现了陶器和玉器 说明曾经有人在这里生活过 而在遗址东北方向 出土了大量烧造过的土块和半成品陶器 这里更像是负责生产器具的手工作坊 整个遗址范围内 发现古文化遗存三十多个 出土商贷房机四十余座 祭祀区 生活区和作坊区相继明确 如果再能发现墓葬区和宫殿区 三星堆古城的整体布局将更为清晰 1997年 在西城墙外的人圣村一带 考古学家们陆续发现了二十九座墓葬 这些墓中绝大多数只有一具人骨架 下葬的方式为养身植之葬 这是人们首次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成片分布的公共墓地 在人们找到城墙外的墓葬区后不久 在遗址中心偏北的一段土墙下又发现了一具人骨架 难道三星堆古城有一里一外两个墓葬区 遗址中心属于核心区域 又怎么会出现墓地呢 多年前这里曾发现一段二三十米长的人工夯柱土墙 当时人们对这段土墙的作用还不是很确定 现在随着其他各个功能区逐渐明确 专家们判断这段土墙应该就是宫殿区的城墙 月亮湾城墙 这具人骨架埋葬的地方就在月亮湾城墙下 而且仅此一具 专家推测这具人骨架很可能是当初建设宫殿城墙时的祭祀品 被特殊埋葬的人骨与人工夯柱的土墙一起 为宫殿区的存在提供了证明 2013年一处同时起因中国南方地区最大的单体建筑机制 出现在三星堆 并由象牙 玉壁和石壁被发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 三星堆考古再获重大突破 发现了青关山大型建筑机制 可能是三星堆王国宫殿区所在 两年后 三星堆古城北城墙被发现 三星堆古城实现何为 这时期1986年 三星堆考古发现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 出土上千件国宝重器之后 又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 有考古专家称 三星堆古城因为北城墙的发现 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 至此一座不需严整的古城清晰呈现 五道城墙在商代晚期之前形成 距今约三千二百年 城内有两道内城墙 月亮湾城墙和三星堆城墙 东西南三道城墙基本构成了 三星堆城址的外扩 古城面积达3.5平方公里 与中原地区郑州商代古城面积相当 相当于五个紫禁城的大小 是目前在整个中国南方地区发现的 同时期最大的一座古城 城市的出现 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然而不同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古遗址 三星堆出土器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这些造型奇特的文物 会是一个区域性古国的实证吗 要想找到答案 必须先对出土器物进行进一步的清理修复 我做了70年资金招工的时候 找到四川省博物馆修复这个铜器 杨小屋是修复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的专家 1986年第一次面对数量巨大 造型前所未见的文物时 他却犯了难 三星堆遗址出土以后 真的把我吓一跳 这么大一堆龙 而且没有见过 比如说那个神树 是在外表上来看 像那个亮衣服的衣架一样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一号青铜神树 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单件青铜文物 正是由杨小屋负责修复完成 但鲜为人知的是 刚刚出土时 它还是一片片夹杂着泥土的残破碎片 看不出任何树的形态 甚至找不出一根完整的枝鸭 因为它没有资料给你参考 所以说就必须靠我们自己 一边来平队 一边来研究 来进行神树的修复 由于体型巨大 青铜树的修复只能在室外进行 杨小屋 郭汉忠师徒两人 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修复室外面的天井里 打起五米高的棚子和脚手架 围上挡风雨的塑料膜 盖上波纤瓦充当工作台 因为此前没有任何器物可以借鉴 仅是前期器物分类 观察接口 撰写保护修复方案 专家论证等工作 就花费了数年时间 人们一边猜测 一边研究 随时都有可能推翻原来的思路 此前 树上的青铜龙 一直单独进行修复 因为龙的姿态扭曲得厉害 人们便将它正了形 没想到拼接后 却发现这条龙毫无生气 只得恢复原状 这个龙是S型的 你平平成的一条龙 那是死的龙 没有活灵活现的姿态 这个龙修好以后 我们后来才发现 它是神术上的一个配重的一个配件 就这样一点点摸索 直到十年后的一九九七年 青铜树的修复工作终于完成 修复后的青铜神术通高三点九六米 分为三层 每层三枝 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两果枝 九只神鸟分立于枝干上 造型精巧灵动 关于青铜树的猜测有很多 学术界也存在着诸多不同看法 无论哪种猜测 将青铜树界定为神术 都是共识 你看三星堆是一个虫鸟的世界 鸟的形象特别多 这恰恰跟汉代杨雄所著的 这个蜀王本纪 到近代人长去所著的华阳国志 这些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 能够相互比对 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 是两本记录古蜀传说的古籍 传说古蜀文明起源于 明江上游 从第一代蚕丛世称王开始 古蜀国历经蚕丛 百贯 渔福 杜宇 开明 五个氏族 七百余年的统治 蜀国的这几个时代的名称 都跟鸟有关系 最后一个王就化为杜鹃 逃到西山去了 这是一种鸟 再往前 渔福 就是可以抓鱼的野鸭子 一种雁 也是一种鸟 再往前面的百贯 这个贯 就是两个大眼睛 在一个短尾把鸟害死鸟 鱼鸟一类的文化符号 也在另一件著名的器物上出现 一号坑出土的黄金权杖 权杖一端刻着两组图案 一个人头像 一只鸟托着一只剑 而剑射中了鱼 这组图案 似乎和渔福王有所关联 相同的文化元素 连接起三星堆 以古代文献中提到的古蜀国 我查一查甲骨文 查一查经文 在这个上面看到古蜀的蜀字 上面就是一个巨大的眼球 就是一个眼睛 然后下面是一个虫的 一个象形符号 这就是蜀字 蜀是四川的古称 蜀字最早建于商代甲骨文 字形似野残 上部是眼睛突出的头 下部是盘踞的身子 《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 蜀侯残从 其木纵 实称亡 这个细节让人们联想起 二号坑出土的大型纵木面具 那对夸张且向外突身的双木 令人印象深刻 现在在三星堆 我们发现那么多 面具上面这个突出的眼球 还有整个椅子当中 出土大量的 青铜制作的眼睛 那这些都跟木有关系 除了关于眼睛的描述 三星堆青铜人像的装扮 也在古籍中找到了相应的记载 蜀王本记记载 古蜀人 适时人蒙 锥迹左刃 锥迹左刃 就是指梳着一种锥形发迹 依附左筋在内 右筋在外的人物形象 这在三星堆出土的 青铜人像中十分常见 这些零零种种的证据 我们把它汇集起来 这对我们去认识 三星堆跟古蜀之间的关系 就提供了很多的线索 纵木面具 青铜大利人 黄金权杖 青铜神术 这些想象奇特的艺术品 不仅震撼了世人 也让之前只在传说中 留下只言片语的古蜀王国 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古蜀国它里面有一些神话的因素 但是它是一种历史的折射 通过全部的清理 就能够复原 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 这是很不得了的 经过五年的建设 三星堆博物馆 于1997年正式对外开放 三星堆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口 1998年4月 三星堆专题特展 首次敲开了海外博物馆的大门 三星堆的特展 第一个展是去的日本 非常轰动 连神术都去了 那个也是神术唯一的一次出国 后来回来以后 神术就被列为禁止出境的文物了 在上海军中有这种扶桑 所以说日本人就 真的就是太轰动了 有了良好的开端 三星堆国宝继续踏上世界巡展的旅途 所到之处 无不掀起一股热烈的观展浪潮 三星堆以其独特的面貌和神秘的气质 征服了全世界 如今在距离祭坑发掘现场一公里外的三星堆博物馆中 陈列着一二号祭祭坑出土的矿式真品 即便放逐今日 制造如此复杂的金属艺术品 也非一世 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文明 把巴蜀文化的上限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 古文化古城古国 这是苏炳祺先生提出的 一个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解释 当时苏炳祺先生明确地指出 像三星堆这样的遗址 这样的文化 它比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 早了一千多年 这个文化很可能就是 东周时期巴蜀文化的前身 随着出土器物的陆续修复和深入研究 考古学家们不断解谜 也不断迎来新的谜题 这些疑问将人们的目光 从三星堆引向更为广阔的区域 三星堆发现以后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这么高度的发达的一个群统文明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很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都是一个过程的 那么如果我们能找到 比三星堆更早的东西 那么至少我们是一个 本土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证据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当时四川考古人们 就开始制定了去想寻找 比三星堆文化更早的 这样一个阶段的这样一个工作 在高楼林立的成都市中心 有一座与众不同的 红砖平房小院 这里是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筑地 1995年 在成都考古队的不断探寻下 另一座史前古城出现了 首先就是选择了当时 这成都平原比较有名的一个城 当时叫农马古城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叫的宝敦古城 1995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大学考古系等 联合对宝敦村进行了考古发掘 随着对土耿土质的解剖分析 和对附近区域的发掘 确定这里是一座 新石器时代建造的大型城址 当把这个城墙的解剖完了之后 就发现这里面出土的陶器 和我们四川成都平原 以前的陶器完全不一样 有那种灰白陶的特征 然后有几具特色 跟其他实在是对不上的 就意识到这个有没有可能和三云堆 遗址里面最早那一层的文化 是同一个时期的文化 于是又对城内进行了 一个小规模的视觉 然后视觉了之后发现 真的可能是成都平原 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个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 共发现先秦时期的 大小聚落遗址一百多个 又陆续发现了皮县古城遗址 温江渝福村遗址等 七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古城 连新金宝敦遗址在内 这八座古城都建在成都平原 冲击山河流间的台地上 年代在距今四千五百至三千七百年 文化面貌也十分相近 于是考古学家已最早发现 最具典型性的新金宝敦遗址 将这一文化命名为 宝敦文化 宝敦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制陶 石器工艺 城墙修筑技术 建筑形态等方面 有明显的延续关系 为三星堆文明的起源 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三星堆文化在宝敦文化的基础上 吸收了来自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文明因素 脱颖而出 成长为古蜀国的中心独裔 在商朝时期 三星堆以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创造了古蜀国前所未有的辉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